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們可以嘗試的方式 謝謝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建議另外一個時間 我可以約幾位公民記者 一起來跟你聊 我還是回到剛剛王先的公民記者問題 王先也是被迫的公民記者 有去報名 你有報名 沒有這個作品 所以我剛才沒有舉手敢承認是公民記者 我特別問說是不是PayPal公民記者 因為現在公民記者這個定義比較籠統 當然PayPal公民記者 現在是一般大家說的所謂公民記者 其實更網易的 不是PayPal的公民記者 也是公民記者 很多就是說以私人的身分 那個私人寫的新聞 他都可以叫做公民記者 所以其實這四個字 當然PayPal他也沒辦法去登記他的專用 但是我覺得確實有必要的區分 因為事實上公民記者這四個字啊 被專業記者 在專業記者群裡面 他們是有點歧視的 就好像剛剛加王雄說的朱淑娟那個case一樣 我相信朱淑娟這大台記者他一定有一點點感覺說 當初他為什麼會去加入PayPal 其實他根本不需要PayPal了 所以我最近我也常常寫說 這個公民記者因為有朱淑娟啊 那大家予有榮言啊 但是其實也因為這樣公民記者應該要感到心虛啊 因為有人說 尤其那個PayPal都有一個客座總編輯啊 兩個星期前有一位客座總編輯 我鼓勵公民記者說公民記者很好 他填補了很多這個商業媒體記者流失的這個區塊 我說這個公民記者懂得太高了 他就是這樣公民記者又要檢討 我剛剛這個小紙條 他說要寫情書給專門家 所以我寫了四個字啊 挑戰治理 治理 講PayPal的余治理啊 這個我回去會寫一篇 挑起你跟余治理之間的戰爭 很好 挑起你們的戰爭 所以剛剛淑琳說 要報榮師點我我是放炸用 其實我也是在八年前 參加了彭瑞祥他們的培訓 環智慧的培訓以後加入公民記者 所以我是也是很老也很老的公民記者 Taple是2007年4月開始 4月底4月30 我是7月20加入 所以我加入的時候大概只有200多位 現在已經7000位了 所以真的確實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那那個培訓等下就非常好 那自己怎麼樣賺錢 我們都來討論 因為我是奸商退休 其實那個公民記者 當然不是只有公民 Taple才叫公民記者 因為你可能參加那個覺得 好像是最多群組 其實公民記者太多了 那個你都可以 另外就是說 到底就是培訓的部分 其實公共電視本身 因為他有做很多培訓 Pable本身有培訓 照理說不需要我們再培訓 因為他已經有這個 他有政府資源 每年有預算給他去培訓 但是我是覺得 培訓的方式可以很多種 就像我們都是補習班 每個人都不用補習班 那重點是我們要培訓出 怎樣不同的公民記者的概念 那公共電視他有好處 就有資源 但是他也有缺點 就是說他畢竟是政府的資源 所以基本上他在操作 我剛剛其實為什麼跟各位講說 獨立媒體在那種收視率那麼高 點閱率那麼高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種新聞的操作 他要對議題的怎麼樣去處理 我們公民記者也可以耶 可是坦白講在Pable沒有 例如說 假設我是Pable的一個公民記者 然後我們都是平等的 但是我們發動一個情形 我們做一個專題 我們去報導太陽化學運的中間 哪些主題過程 以後公民記者一起來做來報導 做出一個整個主題 這個我有一直在呼籲這個 但是沒有回應 沒有 這跟那個公民記者本身的那個 意識性有關 可是其實還是容易找到 有一些自從道爾的 我也不一定說認為 一定要是學運這種社運的 所以我理念其實有的想 講到一個說 怎麼合作做專題報導 我們現在公民記者都自己報導自己的 為什麼我們不要合作 我們去做好 我們報導剛才安寧的這個 活動的 怎麼要在家裡安寧或往生 這個活動本身 我們可以三四個人一起去報導 一個做任務訪問 一個做整個輪廓的描述 一個做一個怎樣技術專業的東西 我們三個人寫成 四篇或五篇的專題報導 要呈列出來 有人甚至拍影片 其實可以做啊 這是公民記者 我們那麼多人 為什麼都一盤閃殺 而不是去組織一個team 去做一個看起來 這個有價值的 我們現在如果各自拍一個 就結束了 而且我們在拍重複的 我們常常是採訪重複的內容 你也做我也做 只是角度會有點不一樣 可是我們沒辦法做一個 像傳統媒體這種專業媒體 他們做的一種價值的資訊留下來 我當我有一天想要了解這部分 我看你們的最好 我不需要再看報紙的啊 因為你們已經做了 這部分是要操作的 這操作不是指那個 不是好像那種很意圖性的 而是指說新聞的處理 的方式 那我們很可惜啊 我們那麼多好的公民記者 卻沒有辦法呈現這影片 所以我才會講說 我們怎麼去培訓的時候 包括這一點都要講 這個應該就是你剛剛也說的 就是Pepo的組織性障礙 因為它的優點就是 它有政府的資源 但是那也是它最大的缺點 Pepo當它的資源是由政府來的時候 Pepo不太可能再有什麼偉大的發展 這七年來我對Pepo也非常支持 我非常也經常稱讚 但是對Pepo批判最多的大概也是我 今天很高興聽到 鳳家雄講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些本來都應該 Pepo老早就要做 而且其中有很多項 也是我多次跟Pepo寫過的 所以今天回去之後 我就會開始在你們之間架設一個戰場 不是我挑撥你們才對 先挑撥 那就看看字體怎麼樣回應 他們有他們難處 對 他有難處我知道 所以我最近寫了一篇 《公民記者存在的價值》 真的我對這個價值是非常懷疑的 謝謝 我已經不懷疑了 就這樣講 他那個公司他有他的資源 他有好處 有的資源有好處 他就受到那個限制 所以我覺得就像你講的 這個教育的事情 你從不同的機構的背景去培訓的公民記者 我相信將來他們去再報道不同的事情 守著做你剛講的所謂的操作來講 一定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社會科學裡面來講 沒有什麼統一的事情 其實我認為就是多元 就是大家不同的呈現 也不能說誰就是好 他大概就只能吃到某一部分 因為他站在有這個資源 他可能起了一個頭 接著下來還是百家真理 未來的世界大概 我是比較看好是百家真理 我也是獨尊一家 真的真的 有多元就有競爭 那就會更好 好對不起 再幾個條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一些那個 慧玲 慧玲 OK